大家好,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9月18日,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,我是BOSS。 近日,山东河泽,广东惠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,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,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 表面上看,这些政策似乎是一片利好,既降低了购房门槛,又减轻了购房压力。 但细究其中的内涵,我们不得不对此泼一盆冷水,这并非什么真正的利好。 而是经济寒冬之下,政府潜驴继穷的绝望挣扎。 让我们先来剖析一下,为时莫政府要在此时出台这样的政策。 官方的说辞冠冕堂皇,声称是为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,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。 但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表面和粉饰。 真实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,房子卖不出去了。 回顾过去十几年,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其火爆,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,地方政府也靠住土地财政,吃香喝辣。 然而,如今的景象却大不相同,恒大、碧桂园等巨头相继爆雷, 众多房企陷入财务危机,土地频频流拍,房价持续下跌,整个行业一片愁云惨物。 在这种情况下,政府能不着急吗? 要知道,房地产可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啊。 据统计,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25%至30%。 如果房地产垮了,中国经济也就跟着玩完了。 因此,政府不得不绞尽脑汁,想办法就是,这个公积金支付首付的政策,就是他们绝望中想出来的其中一招。 但这个政策真的能够整旧房地产市场吗?恐怕并非如此简单。 首先,这个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。 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,是经济下行,居民收入减少,购房意愿下降。 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,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购房门槛。 但如果老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,或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缺乏信心而不敢贸然买房,纳摩这个政策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?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相关数据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2024年上半年,中国GDP同比增长仅2.5%,远低于往年6%至8%的水平。 与此同时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.3%,也创下多年新低。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,即便降低了首付门槛,又有多少人敢于或能构成单期30年的房贷呢? 其次,这个政策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。 比如,公积金本来是用于保障职工住房需求的长期储蓄,现在允许大量提取用于支付首付,无疑会削弱公积金的保障功能。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,截至2024年6月底,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为21.7万亿元。 如果这些资金被大量提取用于首付,那么,未来职工真正需要用公积金贷款买房,或者遇到其他住房困难时,又该如何应对? 再比如,这个政策很可能会推高房价。开发商一旦发现购房,门槛降低,需求增加,必然会趁机涨价。 事实上,在何泽、惠州等地宣布新政后,当地二手房市场就出现了明显的涨价趋势。 据当的房产中介反馈,部分热门楼盘的挂牌价已经涨5%至10%,这样一来,政策的红利最终可能会被开发商吞噬,真正吃亏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 因此,我认为这个公积金支付首付的政策不仅就不了事,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。 这就好比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,医生不去对症下药,反而给他注射兴奋剂,让他看起来精神一点。 这种做法,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些表面效果,但从长远来看,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,让病情变得更加严重。 那么,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,为什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? 原因其实很简单,就是政府长期以来的错误政策导致的。 过去几十年,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,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出口这两大驱动力。 但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。 现在,全球经济增长放缓,中国的出口也受到了严重影响。 据海关总署数据,2024年1至8月,中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5.6%,创下近十年来的最大跌幅。 面对出口下滑的困境,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,又不断加大投资力度,搞了许多面子工程、形象工程。 比如,各地竞相建设高铁、机场、体育场馆等大型基础设施,很多项目实际上并不具备经济效益。 结果导致债务高企,产能过剩,经济结构失衡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,截至2024年底,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已经高达320%,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。 这种高负债率不仅增加了金融风险,也压缩了未来的增长空间。 更可怕的是,政府还在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,打压民营经济,导致市场活力下降,创新能力不足。 近年来,阿里巴巴、腾讯、滴滴等一批明星科技企业接连遭遇监管重拳,不仅市值蒸发巨大,也打击了整个民营经济的信心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好起来?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具体数据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.6%持续下滑,2024年上半年仅为2.5%。 这种增速不仅远低于过去几十年的平均水平,也难以支撑中国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。 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.5%左右,但很多专家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更糟。 特别是年轻人的,就疫情是非常严峻。 2024年7月,16-24岁人口的失业率高达21.3%,创下历史新高。 这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。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,消费在近年来表现疲软。 2024年1-8月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3.2%,远低于疫情前6-8%的水平。 特别是汽车、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受持续下滑,反映出居民消费信心不足。 受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下行影响,外资开始从中国撤离。 据商务部数据,2024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2.7%,这是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。 一些跨国公司如苹果、三星等也在将部分产能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国家。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,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对整体经济影响巨大。 2024年1-8月,全国商品房销售面基同比下降7.1%,销售额下降6.3%。 多家大型房企如恒大、碧桂园等陷入财务危机,引发市场恐慌。 面对这些严峻的经济问题,政府似乎已经前驴技穷。 除了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这样的短视政策外,还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。 2024年上半年,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.6%,远高于收入增速。 各地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基建项目,试图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。 2024年以来,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进行了三次降息和两次全面降准,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。 从汽车下乡到家电,已旧换新,各种消费补贴政策层出不穷,试图刺激居民消费。 除了公积金新政外,多地还取消了限购限售政策,降低了首付比例,试图挽救颓势的房地产市场。 然而,这些政策能否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,恐怕还是个巨大的疑问。 事实上,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,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问题。 要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,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,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短期刺激政策。 首先,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,减少政府干预。 过度的行政干预不仅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,也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。 政府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,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市场秩序。 其次,要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支持。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部分,但近年来却遭受诸多打压。 政府应该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,保护产权,鼓励创新。 再次,要加快产业,升级和科技创新。 中国不能再依赖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,而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,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。 最后,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,提高居民收入。 只有居民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和良好的社会保障,才能真正提振消费信心,实现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。 然而,这些深层次的改革往往涉及既得利益的调整,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。 目前来看,政府似乎更倾向于采取一些短期见效的刺激政策,而不是着眼于长远的结构性改革。 这种做法无异于引阵止渴。 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数据的回暖,但长期来看,只会积累更多风险,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 就拿这次的公积金支付首付政策来说,它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一波购房热潮,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隐患。 虽然降低了首付门槛,但购房者仍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月工。 在经济下行,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,这无疑增加了违约风险。 如果大量职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首付,将严重影响公积金的可持续运营,损害其他缴损者的利益。 通过行政手段刺激需求,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房价,加剧房地产泡沫,增加金融风险。 将更多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,汇集出其他更具生产力的投资,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。 这项政策主要汇集有能力买房的中高收入群体,而对低收入群体帮助有限,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。 因此,我们不得不质疑,这样的政策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吗? 还是只是在推迟危机的爆发,为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? 更令人担忧的是,这种短视的政策思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。 从2008年的4万亿投资刺激,到近年来的各种稳增长措施,政府总是倾向于用短期刺激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。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正在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。 每一次短期刺激,都会带来更多的债务负担和结构性矛盾,使得下一次经济下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刺激,才能维持增长。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,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。 让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这种短视政策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。 通过不断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来维持增长,必然会导致债务水平的持续攀升。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,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,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317.5%。 这个水平不仅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,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。 如此高的债务水平无疑会增加金融风险,限制未来的增长空间。 过度依赖投资和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,汇导致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。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24年上半年,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2.7%,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 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仅效率低下,而且难以持续。 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刺激时,企业就缺乏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。 长期来看,这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。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创新指数,2024年中国的排名为第12位,较2023年下滑了一位,反映出创新动力的不足。 短期刺激政策往往会加剧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。 例如,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刺激措施主要benefited那些已经拥有资产的群体,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帮助有限。 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,威胁社会稳定。 为了维持高增长,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。 虽然近年来在环保方面有所改善,但空气污染、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仍然严重。 据世界银行估算,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GDP的3.8%。 面对这些长期挑战,仅仅依靠短期刺激政策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 中国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,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。 这个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方面。 进一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,破除垄断,鼓励公平竞争。 特别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地位,为民引起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。 增加研发投入,完善之实产权保护制度,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。 同时,要改革教育体系,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。 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,减少对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依赖。 鼓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,提高产品附加值。 通过提高居民收入,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,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。 同时,要发展新型城镇化,是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。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,发展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,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。 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,完善金融监管体系,防范系统计金融风险。 同时,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,为使体经济提供更多融资渠道。 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市权,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。 同时,要完善税收制度,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税付结构。 缩小东西部城乡发展差距,推动形成优势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。 这些改革无疑都是艰巨的任务,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。 但如果不进行这些深层次的改革,仅仅依靠短期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,中国经济指导会陷入更大的困境。 回到公积金支付首付这个政策,我们就能看出它与真正的改革有多么遥远。 这个政策不仅没有触及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,反而可能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。 它反映出政府在面对经济困境时,仍然倾向于采取一些短期见效但可能埋下隐患的措施。 而不是着眼于长远的制度性改革。 这种做法无异于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。 它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一波房的产销售,让一些经济指标看起来好看一些,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。 相反,它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房地产泡沫,增加金融风险,加剧经济结构失衡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,这种短期的政策思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。 从2008年的4万亿投资刺激,到近年来的各种稳增长措施,政府总是倾向于用短期刺激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。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正在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,每一次刺激都会带来更多的债务和风险,使得下一次经济下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刺激才能维持增长。 这是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。 因此,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周期性的下行,更是转型期的阵痛。 想要真正扭转局面,需要的是勇气和智慧去推动真正的结构性改革,而不是一味地依赖短期刺激政策。 让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,为什么政府会如此青睐这种短期刺激政策。 首先,这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。 在现行体制下,地方官员的政绩主要以GDP增长为考核标准。 这就导致他们有强烈动机采取各种短期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。 而忽视长期,可持续发展,公积金支付首付这样的政策,正好能在短期内刺激房地产销售,推动GDP增长,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诉求。 其次,这反映出决策曾对经济下行的焦虑。 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惯性下,任何增速的明显放缓都可能被视为危机。 为了避免经济硬着陆,政府总是倾向于采取一些快速见效的措施。 然而,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经济放缓,可能是结构调整的必然过程,强行刺激,反而可能阻碍了经济的自然转型。 再者,这也与中国的决策机制有关。 在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下,往往缺乏充分的民主讨论和专业评估。 一些看似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政策容易得到青睐,而那些需要长期努力,可能汇处及既得利益的深层次,改革却常常被搁置。 最后,不得不提的是,这种短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。 面对经济下行,政府总是急于干预,而不是让市场自我调节。 这种过度干预不仅扭曲了市场信号,也抑制了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。 那么,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,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? 首先,必须转变增长理念。 不应再将GDP增速作为唯一的政绩考核标准,而应该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。 比如,可以将就业率、居民收入、环境质量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。 其次,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,更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。 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,破除垄断,鼓励公平竞争。 同时,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,吸引外资,提升国际竞争力。 再次,要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。 面对全球科技竞争,中国必须加快科技创新步拔。 要增加研发投入,完善支持产权保护制度,鼓励企业进行原创性创新。 同时,要深化教育改革,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。 此外,要更加重视民生改善。 经济发展的最忠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。 要加大对教育、医疗、养劳等领域的投入,完善社会保障体系,提高居民收入,从而扩大内需,实现更加包容的增长。 最后,要加强风险防控。 在推动改革的同时,要高度警惕各种潜在风险,特别是金融风险。 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,防范系统性风险。 同时,要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,防止债务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。 回到公积金支付首付这个政策,我们不难看出它与上述改革方向有多么大的差距。 它不仅没有触及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,反而可能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。 比如,这个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房价,加剧房地产泡沫。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,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。 如果再通过降低首付门槛来刺激需求,无疑会加剧这重步平衡,增加金融风险。 再如,这个政策可能会加重年轻人的债务负担。 在当前,就业刑事不佳的情况下,鼓励年轻人提前透支公积金买房,无疑是在为他们设置一个金融陷阱。 一旦遇到经济波动或者失业,这些年轻人很可能陷入债务危机。 更重要的是,这个政策反映出政府仍然将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,这与经济转型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。 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,必须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,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创新驱动、产业升级等领域。 因此,与其出台这样的短期刺激政策,政府不如将精力放在一些更加长远和根本的改革上。 总的来说,公积金支付首付这样的政策,反映出政府在面对经济困境时,仍然倾向于采取一些短期见效但可能埋下隐患的措施,而不是着眼于长远的制度性改革。 这种做法,无异于头痛一头,脚痛一脚,不仅无法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,反而可能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,为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。 屏幕前的大家看待公积金支付首付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。 好了,今天就先聊到这里,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,请点赞,分享,订阅,并点开小铃铛,选择全部。 我是Boss,下期节目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